大家好 我們音樂過來人 今天請到一位動靈美女 是狗別銀幕很久沒見她的小雪 Hello 大家好 小雪 我知道最近你參加了 漢陽的三十年有情演唱會 你在裏面一定要做一位嘉賓 因為有一首歌是你們當年一首很出名的歌 叫做其實我介意 其實你何時接到命令 知道要去做嘉賓 還有你再唱這首歌的感受是怎樣的呢 其實真的很有緣分 今次回來香港 因為剛巧我媽媽在香港的家裡看到漢陽做訪問 知道她會開自己個人演唱會 我媽媽就說漢陽開演唱會 我就打給漢陽 你開演唱會 她說你回來嗎 漢陽就問我 你有沒有時間回香港 我說有啊 這樣就順理成章 就真的今次回來 做了她的嘉賓 但是我也知道 她是很想請你做嘉賓 因為這首歌 當年我也記得 很有印象 就是你們兩個拍了一個MV 我們經常都會重溫去唱這首歌 因為我知道編曲 原來是漢陽自己主理 是的 我想知道 當年你是大概哪個年度的時候 離開了香港這段時間到現在呢 我離開了十幾年了 自從二十歲 二十三 十四歲的時候 我就 開始就在外面 生了小朋友 所以只照顧小朋友 因為今天 女兒都成十五歲了 嘩厲害啊 所以終於有時間可以回來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但是我覺得你有一件事真的很好 你就好像動靈一樣 跟當年出道是沒有分別 甚至乎更漂亮 大家都 都是這麼瘦 大家都看到的 好厲害 我想繞一點點肥 不過我都 在澳洲那邊都有很多時間做運動 吃很多東西 雖然看起來很瘦 但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我肥了十幾磅 可想而知我以前太瘦了 即是更加瘦 原來是這樣 厲害啊 我想知道你這幾年 你說澳洲生活 有沒有繼續去找一些自己的興趣 或者有些很特別的事想和我們分享一下 這幾年 有些什麼特別的生活情趣 告訴我們 其實去了澳洲之後 真的都很感恩 可以帶來對小朋友去那邊生活 因為那邊的生活 是令到我們放鬆了 而我小朋友也可以 好像普通小朋友那樣去上學 不需要說如果在香港住 可能有些記者可能會追蹤他們 所以是輕鬆了 還有自己的心態不同了 可能自己個人大了 經歷了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都會很隨緣 還有很多時候 你知道人都未必說 事事都如意 當你發生一些不如意的時候 你自己會很容易放下 不會去埋怨 所以這些事情是我這麼多年來 慢慢學懂的事情 而且也很懂得體諒到 不同階層的人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難處 這件事是我小時候不懂的事情 所以有時候 可能人家覺得未必好事 你以前經歷了不好的事情 但我覺得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為令到自己可以從中學懂很多事情 令到自己成長 令到今天我回來 我真的可以找不到 過往這麼多年所發生的事情 或者改變了自己的性格 跟別人再相處 別人會覺得很舒服 所以我也覺得是好事 是的 我除了看你的樣子 覺得很舒服之外 跟你聊天 也覺得很舒服 你也知道 香港人的節奏 很大壓力 很緊張 是的 我來到時我也感受到 是嗎 因為每個人都 首先香港實在都是小的 很多時候 每天工作都是很辛苦 可能回到家 也未必有空間可以去放鬆 所以我會體諒到香港的情況 是的 人生的經歷 令到你很懂得跟別人相處 也懂得體諒人 所以這幾年在澳洲生活都覺得很開心 但你會不會都很想回來這個樂壇呢 唱歌我自己一直都喜歡 只不過我經常很相信緣份 當天帶了我入行 又帶我生一個小朋友 我其實都很感恩 我生了一對很孝順的小朋友 是的 所以也都很感謝我的小朋友很支持我 我媽媽我們長大了 你可以做回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嗯 嗯 那你未來呢 我知道你這幾天在香港是很麻煩的 除了參加了三天的漢陽演唱會嘉賓之外 接下來都在密羅緊鼓很多的演出 好像今天那樣 在這個流行經典五十年的後台 你轉頭就要演出了 是 然後還有什麼行程呢 剛好有一兩天的時間通道 漢陽又找我上去大陸演出 所以很滿足的 那時候真的可以 因為現在個人上台表演的時候 就會很享受 很享受 很享受 分享自己的經歷 去放在歌上和大家分享 嗯 還有見到很多舊的朋友 我很開心 嗯 我記得我也有看你們第二場的演唱會 那你唱的每一句說話 唱得很有感情 謝謝 還有這首歌是我很喜歡的 所以一會兒我會跟大家分享 他當日演出這首歌 每一句說話 看看他多用心去唱 我知道 接下來可能你會不會有些新的動向 或者會不會重返樂壇這樣 都會慢慢安排 那些時間 因為始終始終 還有沒有說都是要上學的 但是我都可以有多小時間 可能回來兩個星期 至三個星期 可能就多些和大家有見面 好啊好啊 那就是我們樂壇之福 你知道現在香港樂壇很需要 我們除了一路有新人加入之外 其實有一班人 好像我們這些年紀 是很喜歡90年代的歌手 所以呢 我覺得你 要多些參加這個流行經典50年 好啊好啊 多些和大家見面 是啊 還有你這次會唱什麼歌 其實今天是第二次上樓 就是這個節目 流行經典50年 因為之前和韓倫已經唱了幾首歌 所以今晚我會唱一首自己的歌 有李氏榮幸 還有一首我非常之喜歡的 陳百強的《三愛著你》 嗯 就是你以前都是很喜歡陳百強的 我喜歡他的歌 還有其實很多舊的歌都自己很喜歡 嗯 還有我會 就是你唱舊歌的時候 就會特別有感覺感情 嗯 始終是大家20人唱的歌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歌 真的好啊 有沒有想一下 會不會再唱一首唱片 或者做一些新的歌 是給自己的呢 嗯 其實有安排 可能會唱一些舊的歌 嗯 還有我會選擇多些藍歌手的歌 因為我所覺自己的聲音是中低聲 嗯 唱藍歌手的歌會比較容易去演繹 嗯 還有很多歌我都很喜歡 所以我希望如果時間可以合得眼 可以做一個好聽的經典的歌 和大家一起分享 嗯 我覺得呢 今天和小雪聊聊天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有心的人 其實我都聽這個 其實我介意這首歌很多次 因為我去學是假裝你唱的 哦 但是呢 始終都是原唱的味道是很不同 因為當時錄製的時候的感覺很不同 那時候的聲音真的很小 現在都相差很多年 還有當時是很急很忙 因為那時候的行程很多 嗯 是好像是很用很短時間的 很闖絕地錄了一首歌 是的 即到現在二十年 真的有很足夠的時間 讓我可以在台上 慢慢地演繹這首歌 所以那個感情會不同了 哎 我記得了 這首歌呢 我聽聞呢 當時你們是練一下的 是的 唱Demo這樣唱的 是的 後來你的旗呢 就敷得完全蝕不到 因為那時候沒有網絡那麼方便 就是每一天 由早到晚都要拍雜誌 就是兩三個雜誌 或者一些報紙 或者上電視台 或者是電台 所以是很充滿的 是的 排了就很難改的 以前的文化是這樣的 是的 所以當時 就用了你練歌的時候 那些聲音 就做了這首歌 出了MV 是的 所以很幸運 很多人都喜歡這首歌 但是都算唱得很好 多謝 那接下來會不會把這首歌 重新整理一下 再包裝推出來 給大家再聽欣賞呢 我其實都想 但是回看開陽的時間 因為在漢陽有很多事情做 是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喜歡的 我們可能都會考慮再做多一次 好的 再問你 最後一個問題 是呀 你在這個漢陽的三十年有情演唱會裡面 做過三場嘉賓 是 那自己有什麼感想 又是開始準備第一場到第三場完成了 那感覺有什麼變化呢 我覺得人經歷了之後 我覺得終於做一個工作出來 是很全心全意去做 而且真的很珍惜在台上的那個時刻 甚至乎上台是很有感觸 我記得我很想 很感動 因為看到舊公司那次 是第二場來的 還有藝術朋友 還有記者朋友 所以很想哭 很多回憶 但是沒有理由在漢陽演唱會 又不是自己演唱會 只是哭 但是希望留下一次 到真的自己開演唱會的時候 說多一點 或者是多一點 再表達自己 究竟經歷了什麼 發生了什麼 大家分享一下 在台上的事情的時候 我聽得出 小雪是一個真是很有心的人 還有呢 很響起舞台之餘 他現在是會品嘗每一句歌詞 我在現場聽他唱歌 所以我覺得他很有興趣去唱 那我很期待 遲些有小雪的新歌 還有很希望有一個小雪的演唱會 我相信大家觀眾都很期待 那我們一於等你了 好嗎 好 好 那今天的訪問就到這裡 多謝小雪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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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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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